这就是W先生的古宝 你现在必须帮我找出 是哪三个人收到财产之后 还发邮件辱骂我 太精彩了 陆小鲜松一点 外人互相知道 他们三个人都是谁吗 张碧晨想知道 他两个同伴是谁 好久不死了 找个地方先躲一会儿 不会是你吧 真不是我 是我一上来撕你 真的不是我 我觉得就是他了 没有别人 为什么这么做 快撕打 等待我的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结局 把上一个视频的目的 是想让布明白原因的 米们了解真相 但布希望不好的事情 继续发酵 害怕影响周深 所以希望米们了解完真相之后 一定不要有过激的语言 婚言会已经去交涉了 我们等待结果就好 相信周深 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无论外面纷纷扰扰 都要珍惜周深的每一场舞台 无论如何 本周五热闹了 天资的声音三 开始推理吧 奔跑吧 周深三场作业大会集 你最期待哪一场呢 要说这几年以来热度一直居高不下的综艺 那必然是奔跑吧莫属 如今已经是第十季的它 嘉宾阵容也经历了多次唤写 却每一次都能让大家眼前一亮 如今奔跑吧第十季已经开播 第二季主场城市在清华 尽管正片还未上线 在这一季的造型路透已经让人颇为惊艳 快来一赌为快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能听见我吗 未曾抵达的花 寄给月光会收到吗 想念一个人想 我和影子跳起舞 沉默而喧昏 我好像在黑暗中感想你 以我的心跳呼唤你 在认诀美影认诸你 遥遥风光找你飞行 飞行 每当我们各自阳光就原谅 周深虽然是这一期新加入的嘉宾 但他在过往综艺节目中的表现一直不错 他在这一期的造型让人眼前一亮 身穿白色西装的周深贵起十足 奔厚的金色油菜花分外梦幻 仿佛是从童话中走出来的小王子 他总是笑得那么至于 清风明月 鱼虫花鸟应该都是他的朋友 因这笑生动了这方世界 期待兄弟团们更多有趣的互动 送给你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堆人 必须得给我唱感动了 好好唱 就这就这个 你说怎么就这么巧 我现在要流出泪才讲 我必然听 好好唱好好唱 爱就像蓝天台 就听那个换歌不行 太难了 另外2022年第27音乐由你榜 TOP10榜单来席 周深 传家 照耀星和ICS三首歌 威蕾前十 传家首次上榜 电视剧传家主题曲 吉他弦音回还往复 很有复古的味道 和唱声和古典相伴 映照出电视剧里 家人互相守护的珍贵情感主题 这首主题曲虽然没有歌词 但周深的吟唱却有百般变化 最展现美声魅力 将听众带入高雅艺术殿堂 也能轻盈空灵 舒缓情绪 细腻诠释人性的温柔 如今一回头我才发现 原来我们两个 竟错过了那么久 赵耀星和上榜四周 较上周进步十三个位子 年代情感剧 《良辰豪景之几何》主题曲 原舞曲配上交响乐 是鲜明的西式古典风格 将历史的厚重感 生动展现出来 抓耳的曲调 完全符合中式审美 又将画面定格在民国时期 歌词打破时空限制 将情感寄托于璀璨星河中 周深的歌声 将浓烈的深情 展现得淋漓尽致 异曲唱罢令人怅然若失 I see us 首次上榜 都市生活清喜剧 欢迎光临主题曲 全英文歌词配合轻快风格 正是现代都市的阳光风貌 编曲层次分明 从清零到明快 随着节奏加快 欢愉的情绪也层层递进 周深的歌声 细腻又不失元气力量 将生活的浮躁 都镇压在开阔的声誉之中 仿佛让听众 能够触碰到 剧中人物的爽朗心情 看到世间的美好 Light blooms like a flower Far away or by the road Waiting for the one To find a way back home Rain falls a thousand times No for brains have come and go You who once went by Where will you belong I feel your sigh and breath In the last flow of wind Not yet for the story of the last page It's not the end Life blooms like a flower Far away or by the road